昨天 北京市启动 西入市新冠疫苗接种 之前已经有朝阳 东城 西城 海淀 丰台 石井山 怀柔 灭云等 至少8区对外公布了预约渠道 上午9点 位于海淀区上帝街道的 新冠疫苗接种点 迎来了第一批申请采取 西入市新冠疫苗接种的市民 一个是出于对新技术的支持 另外一个确实是不用打针 也省去了腾痛的烦恼 也很方便 然后体验感也比较强 海淀区目前设置了上帝街道 和花园路街道两个新冠疫苗接种点位 用于西入市新冠疫苗接种 而这种没有疼痛感的疫苗接种方式 从发布接种通知后 就接到了大量的咨询电话 西入市新冠疫苗 是将疫苗物化成微小液滴 通过口腔吸入呼吸道的方式接种 可使物化后的疫苗 经过呼吸道最终抵达肺部 在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同时 激发呼吸道粘膜免疫 而呼吸道粘膜免疫 可能是预防感染和阻断传播更有效的方法 本次西入市新冠疫苗仅用于加强免疫 不可用于基础免疫 西入市疫苗目前仅用于加强免疫 它的接种对象是 首先年龄得满18岁以上 第二就是完成基础免疫 得满6个月以上 这个基础免疫呢 针对的是两针灭活疫苗 科兴的或者终生的 然后这个基础免疫 然后另外就是接种 那个康希诺肌肉注射的 那个腺密度材体疫苗 一针满6个月以上 这样的人才可以接种这个西入市疫苗 接种西入市疫苗非常简单 只需要先深呼一口气 然后口含雾化杯吸嘴 深吸至杯中不再有雾气 憋气5秒以上就接种完毕了 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跟基础注射用疫苗 比起来呢 它增加了一个黏膜免疫 就比基础注射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